好莱坞男星保罗沃克的一座玩命关头期 预告片在台湾时间凌晨发布 他在片中尬车的帅气身影让人大开眼界 而他生前还会拍完的续集戏份 由两个弟弟代为演出 新片中保罗沃克的角色将以退休的方式离开电影 留给影迷无限的思念 四辆跑车从飞机上驶出 打开降落伞顺利着地 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惊险追逐 帅气的男主角布莱恩爬上了车顶 跳上另一辆车 就在跑车快要掉下旋安时 奔跑跳上了另一辆队友的车 一顾男星保罗沃克的一座 玩命关头期守护预告出炉 他在片中尬车的帅气身影 让影迷格外的怀念 我来帮你出发 玩命关头期明年四月才上映 但片商提早半年就开始宣传 从上个月27号开始 目前每天给出了七秒片段 还推出了前六集的回速特辑 就是为了要维持热度 冲电影票房 2013年底 保罗沃克因为车祸丧身 当时玩命关头期人在拍摄中 而保罗未完成的戏份 则有两个弟弟上阵带打 而保罗沃克是因为车速过快祭死 因此片商这回也特地改了片名 把原来的Fast and Furious里面的Fast 删掉 避免触及敏感话题 而冯迪索被保罗沃克说的这一句话 最后一传的双关语令人不声嘻嘻 片中保罗沃克的角色 也将以退休的方式离开电影 留给影迷无限思念 记者许台宣布到